这一只机有可能之后不会再推出 这批货是7号的货 我们看看这一部是什么 这部是OPPO Reno8 Pro加5支手机 12GB加256 我们在做3000多港元 中间这部是华为的Mai40 Epo5支手机 用上Kinwi的9000L 预装Harmony OS 这部是全新原封的 环保包装板 没有跟火牛和充电线 有256 256就卖6000多 如果要512也有 就卖7000多元 最后这部是最近多人买的 因为价钱又便宜了 这部是Vivo X-Note 这部是12GB加512 12GB加512 我们就卖6000多元 如果买256 8加256就卖5千多元 可以买到 昨天12月6号就回了这3个 今天7号还有货 说回这3个 这3个 我们的国行售价 都比官方的零售价 这是十分之重要 中间这一盒 这么大盒 是Vivo X-Note 市面上唯一一部 拥有7寸大屏 价钱如果入门版 8加256 我们就卖5千多元港元 如果你想要顶配版 512 我们就卖6千多元港元 如果你买摘机 可能要一百万元一部 一部摘机可以买到两部这个电话 所以这一款 不要说 7寸屏幕来说 大家嫌它价钱比较贵 它给你的馅 是用上最好的 漂亮的 旗舰机来的 7寸旗舰 这个12月 它出了一部新旗舰 就是Vivo X-90系列 但是就没有跟着这一部一起出 即是X-Note的后继机 它是没有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部机上市时 它是跟Vivo X-80系列 是同一时间上市的 所以 这一部机 有可能 之后不会再出 之后如果不出的话 大家可能迫着就要买这个摘机 所以说你这部机 5千多元 其实一点都不贵 之后有机会你不会再买到 旁边这两部 这个就是OPPO的5X5 Pro 晓龙版 晓龙版 有马里亚纳的影像芯片 所以它比起天璣版 拍照的质素 会更好 还有它是有HASO 认证的 晓龙版 有HASO认证的 这一部 应该是超值得买的 如果你想买一部 中阶机 是2千多元 不如加多1千元 你买这一部 这是什么机 OnePlus A12 Pro 即是国际版的 OnePlus 10T 用上 最好的CPU 最快的CPU 晓龙8加 张1 拥有12GB RAM加256 性能 无敌 秒杀 现在所有的旗舰机 的价钱 现在这部机 你们顾一下多少钱 刚才说了 如果你要买2千多元的中阶机 或者入门机 加多1千元 即是这部 可以买到3千多元 如果你嫌12GB RAM不够 你可以买16GB RAM 都是3千多元 4千元也不用 有找 所以这一部是超值得的 旗舰机的杀手 有国际Warm加持 所以这部是很值得的 性能是无敌 相机是够用的 如果想相机漂亮的 你就买那只 OnePlus 10T 同样是有HASO影证镜头 一样是有 国际Warm的 但是价钱 比这个再加多1千元 即4千多元 你才能买到 多谢